接下来再讨论一下 就是时间 如果说在文章里面 我们强调讲到民国 我们写的时间应该都是 因为公家机关 我们不是写西元 所以你应该是写 例如说像今年 今年我们的写法 是不是应该写成 06年 然后你们是写 例如说3月的话 是写03月 那个0是要写出来的 例如说03月 然后假设 那个09号 就是 就是不要写那个 一个阿拉伯数字的 反正你要补满就对了 为什么 方便大家来去阅读 尤其在若干的文字里面 这个补满就很重要了 好 接下来 例如说我们还有那个日期 你应该要知道 我们写完日 应该要标示 标示它是星期几 对不对 星期 好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星期一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那个上午 或者是下午 自己去标示 例如说上午 那既然已经交代上午 会不会把几点几分 乘数出来 应该会 就好像说我今天吃 这样子的讲法是没有讲完那一句话 这样可以了解 用全形 然后接下来这个 用全形 因为 因为在这个地方 这感觉就是一组字 一个字了 这边也算一个字 这边也像一个字 这也感觉让它就变成一个字了 再加上那个符号 符号 它主要就是做区隔使用的 好 所以这是时间啊 日期啊 的呈现方式 就给你们参考一下